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 湖南怀华双桥镇 有一位村民在山城重地时 偶然捡到了一根玉簪 他将玉簪带回家清理干净后 发现他的做工非常精致 村民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件宝物 也不敢多留 当天就带着他找到了当地文物部门 文物部门立即派出考古专家 跟随村民一起去了他捡到玉簪的地方 经过现场勘察 证实此地果然有一座古墓 考古专家当即对其进行了强救性发掘 随后古墓中出土了两具保存完好的光果 但当专家打开其中一具光果时 却被眼前的井匠惊呆了 只见内观里躺着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 但几分钟后 这具女尸的肚子就像气球一样开始重启长大 肚子长到一定程度后又迅速锁毁 紧接着女尸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败的面目全非 后经医学专家解释 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尸体的防腐处理不到位 导致女尸体内滋生出了寄生菌 而这些寄生菌在腐蚀尸体的过程中产生了弃体 棍盖打开后压将发生变化 尸体的肚子就膨胀起来 但脏器的冲力又使女尸的舌头外露 体内气体外泄后尸身也就腐化了 考古专家又在另一具光果里发现了男性尸体 再从墓中的牌位推断 这应该是一座福气和葬墓 男主人名为黄成存 生于南宋 死于元朝 生前曾是一位帝旁官 而那具不服女尸 则是她的妻子谭氏夫人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四十八年皇帝 三十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领幕后 才知道她有个大大的苦衷